大金蛇,要注意了,七月尽才十几多,可谓时运亨通,亦飞重天。 生肖蛇的人一定是十二生肖中最富有的那一个,因为生肖蛇的人觉得,每个人在才气日子中都是自己的一个夸赞的存在感。 生肖蛇的人期望自己能够在才气方面看到一种关于未来的等待,好的才气能够让我们知道自己能够做得更好。 进入下半年,生肖蛇的朋友从才气来看,能够说收入颇丰。 何事生肖蛇的朋友在此年适合进行出资创业之事? 在出资运营方面能够说是称心如意,有得成春风之事。 一期本年度还会呈现许多新的出资时机,只需认准时机用心运营,再加上奇妙地运用身边的人脉关系,加上本身杰出的运程,定能使生意兴隆,财路广进。 七月,生肖蛇的贵人会降临你们的命宫,所以生肖鼠蛇的人这段时刻射中,由北斗七星降临。 你们的财富,只需掌握好自己的人,惹作业财富,规划好自己将来的人生,就能够多财多福,多金作业,清云直上,已飞冲天,直飞云霄,让你们的作业立于不败之地,成果自己将来的作业。 真的是芝麻开花节节高,一年更比一年好,一年更比一年红红火火,作业越做越美好。 生肖蛇的人进入七月半年作业方面会更有时机,尽管花销大,但也能长抓住不错的运势,只需尽力时机就不会亏负你们,届时候收入也会大大提高。 一起会有贵人协助突破困难,喜从天降,功德不断,作业会卖钱几步。 鼠蛇人从七月六六大顺,财路滚滚,尽财时机多。 关于以往有借出金钱的,有利于收款追债,简单顺利愿望。 你也简单遇到大财主,有时机得到贵人的指点,给你指引一条挣钱之路。 关于独立运营者来说,特别能敢遭到这月的好运。 多花些钱,进行人才出资,日后会为你赚取成倍的盈利哦,届时你就等着数钱吧。 大金蛇的人可谓时运亨通,亦非冲天。 鼠蛇人一贯都没旺盛的偏财气,一路上崎岖也相对多,不过家境富裕,祖阴能庇佑三十载。 但是在本年,偏偏就是外财气喜从天降,作业方面因为常遇贵人,可欣欣向荣。 在中年时会得到贵人心眷顾,涉重呈现不少贵人,可清云直上。 在整个家庭日子里边,也会迎来天丁纳夫之喜,除了地利相克者生财的格局外,更是因为长期以来堆积的福报,必将能在本年内心想事成。 老师在这里,特别提醒生肖蛇的朋友,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生肖蛇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智慧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佛说,随心随性随缘,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。 随心过生活,这是一种历尽半生的大境界。 我们可以挣脱世俗的枷锁,卸下心里的负担,过上简单且淡然的小日子。 当然,这是很难做到的,因为我们太过于计较,太过于执着,不明白自然的规则,也不知道老天的目的。 如此,那日子就悲苦了。 上天要让人早年受苦,中年辛劳,晚年生病,其实有这六个目的,度了无数人。 一,为了让人感受真实的人间滋味。 人间有八苦,分别是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愿增慧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五因圣。 这八苦,我们都会体验一遍。 什么时候出生,什么时候死去,什么时候相聚,什么时候分别,什么时候快乐,什么时候痛苦,都不可避免。 既然人间如此复杂,为什么我们还要经历呢? 只是为了更好地体验人间的滋味罢了。 要知道,人生只是一次单程的旅行,倘若不完全体会一番,才是真正的遗憾。 快乐一辈子,未必是好事,适当痛苦,也未必是坏事。 所以说,好好感知当下的酸甜苦辣咸,别计较太多,那日子才会好过。 二,为了让人看清楚红尘的真实状况。 普通人为什么非要辛劳呢? 因为我们没有辛劳过,就不会明白红尘的真实情况。 唯有辛劳过了,才有机会一览人间的真实景象。 比如一个走南闯北的打工人,虽然说他很累,但他也很幸运,可以接触不同地方的人文风俗,不至于永远都坐井观天,不了解红尘的真相。 老天让人辛劳,其实有他善意的一面。 首先,没有辛劳过,人就不会成长。 其次,没有接触过现实,就无法活成真实的自己。 在此人间,哪怕再怎么辛劳,也该鼓起勇气活下去。 至少,我们看过了日升月尘,人间悲欢,不再迷茫无知。 三,为了让人生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。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毁掉人类的,终究是傲慢和无知。 自工业革命以来,蒸汽机出现了,人类以为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主宰。 事实上,人类的文明在大自然面前终究脆弱不堪,一个自然灾害降临,基本就出问题了。 既然人类只是看起来强大,为什么大自然还会让灾难降临呢? 为了让人产生敬畏之心。 人太过于盲目、傲慢,就会惹来更大的麻烦。 例如,污染环境,那有毒的气体和工业垃圾都会反噬人类。 这个时候,人类如果不心怀对于大自然的敬畏,改变污染的习惯,哪还有其他的出路呢? 四,为了实现天道的公平。 可以肯定的是,人道是不公平的,只要有人的地方,就会有竞争。 有竞争,就会有贫富上的差距,这是不可避免的。 只不过,天道是公平的,没有人可以千秋万代都需要在未来的某一刻悄然离去。 在岁月面前,有钱人和穷人其实毫无区别。 有钱人在有钱,除了买来更先进的医疗资源,难道就能不死吗? 普通人在贫穷,就算买不起昂贵的医疗资源,不也要离去吗? 所谓古今降向今何在,荒种一堆草莓了。 每个人都会老去,代表每个人都公平地活在这个世上, 然后公平地离开,实现了天道法则下的绝对平衡。 五,为了让人珍惜活着的每一天。 上文说过,不管人多有钱,都需要离开。 这,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,都是好事。 没有时间上的限制,那普通人就不会珍惜活着的时光。 小时候,身边的老人总跟我们讲,人哪,只要每天早上可以醒来,就该阿弥陀佛了。 活着,知足常乐,珍惜眼前人就好,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。 后来,告别了这些老人,财生发出一代人送走一代人的悲凉之感。 既然都要离去,那我们就该在活着的这几十年当中,好好为了自己而活一场。 爱我们的亲人,要珍惜,心中有什么追求, 尽量去实现当下的日子过得如何,理应知足。 如此,才是真正的顿武红尘,人间值得。 六,为了让人可以活得成熟通透。 很喜欢朱敦如的一首词,日深悲久满,朝朝小谱花开。 自歌自舞自开怀,且喜无拘无碍。 青史几番春梦,黄泉多少奇才。 不需计较与安排,领取而今现在。 望着花开花落,品着悠然小酒,自己唱歌,自己跳舞,自己取乐,欢喜到了极致。 其实,历史就是一场梦,所有的名人奇才都归于黄泉当中。 所以说,人活一世,不需要计较什么,也没必要抱怨什么, 只要听从本心,把当下的日子过好,及时行乐,不负时光,就已经对得起百年的人生了。 以上生效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才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